哈喽大家好 我是 布林姐 先生们 女士们 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布林姐 就在昨天晚上做一个个梦 梦见我变得很小 稍后还有几只僵尸在追我 结果 我真的变小了 还很有可能成为这次鸡的盘中仔 瞧瞧的大块头 一脚都能把我惨死 今天我就用这个小身板来玩生存 看看能不能活过一天 但现在这个体型实在是太小了 只有一颗像素垫这么大 不管是行动速度还是挖掘速度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太影响品了 所以我要用这个道具 把自己变成四分之一的大小 这样一来就刚好合适 周园跟鸡差不多大了 虽然还是很小 但起码不会被它一口吃掉 我还可以再变小 我又变大了 废话不多说 想置部先露树 可惜我这挖掘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掉落物居然也变小了 好大的工作台 人变小之后超过两格的方块就挖不到了 这就有点难受了呀 糟了我去下面玩吧 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目前大概怎么上去 这也太高了吧 根本够不着啊 看来我得到台阶了 观众们请允许我豆豆做个币 哎我又变大了 趁现在我要多挖点木头 这么多木头应该够用了 而且台阶也有了 这样一来最基本的行动 什么嘛 我居然连个台阶都上不去 是我高估了自己的弹跳能力 看来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案了 那就是用梯子 这应该没问题了吧 来试一下吧 很nice 想要完美度过一天 目前我还缺食物 之前那只鸡可不能让它走 今天那必须成为我的弹种草 直接反客为主好吧 只不过我这小短腿跑不过它 它走的速度都比我快 你别跑 杀子鸡可把我累坏了 太不容易了我 试试变成超小体型 还能不能爬上梯子 好渣户 这也行 直接原地升天 接下来去找点石头 然后挖在石这种石还是散了 只能说太难了 我做不到呀 刚好这边有石头全部给挖掉 我感觉这个地方当自己的家挺不错的 门都不需要 反正怪物也进不来 这是我用最小体型挖下来的石头 这么小一颗 完蛋了 我被僵尸撒下了 我得赶紧往回家 他们速度也太快了吧 不对 是我速度变慢了 我这都完成经济的巨人了 我得变大才行 再不变大 我这要美了 跑到家门口再缩小 看你们还怎么打我 等一下 我靠你了 我这是把自己给做死了 挑战失败 其实我之前可以不用出去 直接在这里等到电量就行了 但那样就太无聊了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个木野龙过不去的布林布林林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